运抵印度首都新德里机场的第一批抗议物资 引发了印度媒体的极大争议 为了运送这批物资 美国政府出动了美军最大的军用飞机 一次可以运送6架A164阿帕奇武装直升机的 超级银河C5M战略运输机 但印度媒体拍摄到的画面显示 容量高达880立方米的C5M货舱里空空如也 仅在地上绑了一些物资 根据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官网提供的信息 这批物资包括440个用来装氧气用的空缸瓶 100万个快速检测试剂盒和100万个N95口罩 有印度媒体对美方提供440个空缸瓶表示愤怒 因为印度现在虽然也缺装氧气的瓶子 但440个空瓶子根本无济于事 印度更缺的是氧气 印度政府已经宣布立即进口5万吨医用氧气的计划 但美方既没有送来制氧机也没有送来液态氧 有媒体指出 运输机运送液态氧气也没有安全问题 因为印军的C17运输机正昼夜不停地将液态氧 从该国东部的工厂空运到北部和西部的疫情重灾区 此外相比超级银河C5M 可以一次装载超过2000万个口罩的能力 美方仅送来100万个口罩 也非常不可思议 有分析指出 美方派出最大的战略运输机超级银河C5M 却只送来了不相衬的抗议物资 更像是来炫耀军备 而不是真心出手相助 抗议 抗议